今天我們用梅干菜來蒸一個肉餅 這就是普通的梅干菜 把它洗乾淨泡水兩個小時 現在我們來給肉餡調個味兒 這裡大概有一磅的肉 一大勺醬油 兩大勺蔥花 一大勺蠔油 把它稍微攪和一下 我們就可以開始加這個澱粉水 這裡大概有一百毫升 就是一大勺土豆澱粉,加上涼水 分次倒到咱們這肉餡裡頭 把它攪和均勻 我分了三次,把全部的澱粉水都加進去了 加了澱粉水以後,這個肉餡蒸出來特別的滑潤 攪和到這種有薑狀的樣子就可以了 再來點黑胡椒面 這是咱們這梅菜,已經擠乾了水 把它切成小丁了 把它拌勻 我們就可以準備蒸了 把肉餡倒在蒸盤以後 給它整理整理 盡量不要使勁去壓它 只要把它整理得薄厚均勻就行了 最後把咱們這姜絲 都給它鋪在面上 水開了以後 蒸15分鐘,用大火 15分鐘以後 一開蓋非常的香 現在我們來嘗一個味兒 這道菜做起來非常的簡單 可是味道卻特別的濃 而且很下飯 喜歡的朋友可以試一下